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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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我现在实在住不了那个两居室了 那个就是就是formal的一个文章了 去描述一下这个房子 the kids are happy becaus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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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 is the happiest of all because he doesn't need too much need too much need too much decorating 所以一个特点就是很短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诶 都是很像口语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助教怎么想的啊 你觉得是不是很像口语啊 就是很像口语的那个 可以去表达出来的那个感情 对吗 如果你看他的那个词是有语感的 对 这个呢 其实在写作上呢 你要说出来 就是一边写的时候 一边说 你才会听到那个语感 我们会用那种 I'm sure you will like it 我们会用那种 I'm sure you will like it I'm sure you will like it I'm sure you will like it 对对对对 这个呢 我们无法让你知道什么东西是有语感 什么东西是没有语感 你需要把它评出来 然后感受一下 我觉得这个很好 边说边写 我去写范文 那时候我也是这样的 边说边写 就是像和一个人聊天一样 对吧 然后就是你 不是你在说的时候你在想 我看到这个朋友 我要跟他说这什么东西 所以当你想着想像你在跟这个朋友 在说这个这个moving的这个situation的时候 你写的时候会特别有感情的 然后你会觉得我写出来是有语调的 我要看的那个人呢 他会想了解一下那个situation 他会看着去想像你那个语调 所以记得哈 那个读者就是那个reader 就是examiner看你的那个范文的时候 他也是在阅读再说出来 所以这种的 说G类呢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特别难写 是因为很多国内学生或者是亚洲学生 他们就缺乏了这个语感 这个问题 聊天太少了 我觉得是这个啊 他们生活里面 你知道吗 聊天太少了 应该多聊聊天 这样的时候就会比较有语感了 真的是这样 我建议你们多聊天 所以我们总结词典 第一个就是写作所边说边写 然后带入你自己的故事 去想像你之前在和一个很熟悉的朋友在聊天 然后这样你自然就会感情丰富了 然后我们现在一起 我跟姨翁一起做一个小测验啊 我们就是按照刚才说的那个方法 告诉你们一下怎么样可以去 我觉得这个就像part 2一样 一定要去联想一个你 你特别就假装这件事真的是发生在你身边的 我给你们假装一下 就是姨翁你可以看一下我说对不对啊 她是说她最近开始在一个新的公司工作了 然后问你说呢你为什么要改变工作 然后去描述一下你的新工作 然后告诉你的朋友呢你现在最新的一个 有什么新的变化你的生活里面 然后我就要联想我之前我为什么去换工作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 哎有没有什么就是我之前发生在我身边的 跟工作相关的事情是我很讨厌很讨厌的 第一个就是我之前工作一个公司 马上离我们家实在是太远了 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地铁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就是我那个同事都不是特别supportive 所以这是第二个 他们就是工作起来都不是很开心这种 这就是为什么我换了一个工作 描述一下我新的工作就是 我之前有个特别好工作在EF嘛 我们我特别喜欢那个team building 我们每周或者每两周都会一起打羽毛球去 或者就这样你可以认识不同部门的同事 特别好玩 然后还有饭吃 然后公司都管饭 还有professional training 然后那个working environment 就很好 所以我就描述了这个 新的情况 那我新的情况就是我做balking很好 我在长肌肉 我就说我最近又长了两公斤 balking很好 很喜欢吃东西什么的 所以这样的话会发现我写的特别快 就十分钟就写完了 而且我写的时候也像以梦说 我是边写边说的 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就是Evonne 你可以补充一下 你觉得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词去表达这个情绪吗 比如说我说第一个就是我之前很讨厌我那个工作的时候 因为它离我们家太远了 我可以用什么比较好的词去表达 对比如说to be honest 在这个口语常用的 啊 to be honest actually 对吧 所以我都会教我的口语学生 把那个actually换成to be honest 就是说 从你的那个心理上 就是你那个emotion 你想说to be honest I really hate my job right now 或者是 I really hate my current condition 对吧 嗯嗯 所以to be honest 还是to really 是显出那种感情 那种语感了 那我也可以说 I really cannot stand for my current job anymore 对吧 然后我再说 我就是很讨厌我同事之类 然后再blabla说 对 你的第一步一定要想像你是在口语 就是在跟某个人在描述你的状态的 所以你加的那种词呢 就是那种 呃应该是中文来说是副词对吧 嗯对对对描述动词的词 对就是那种修饰的修饰感的 所以可以把那个语感带出来 对 那如果我说我特别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我怎么说 嗯 I'm really into 对吧 I'm really into my current job it provide me a lot of opportunity 嗯 对我谢谢 it provides me a lot of opportunity blabla 对吧 嗯 然后 然后 他就是看你的那个文章的时候 他自己阅读或者自己写出来的时候 我就是看你的给你写 老师 老师我还有一点我会啦 老师不要写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is such a good job available in the world 可以这样说吗 我没有想到 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工作被我剪到了 可以这样说吗 然后就是加那个 would 或者是 could I wouldn't want to leave this job anytime soon 或者是 I wouldn't want to leave this job in the near future 对吧 所以你听一下那个 informer的 用很多那种 would could 就那个建桥书 那个考官的那种蛮分野 是用这种的 would could I can't believe believe that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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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然后可以用什么 such such blabla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去表达一下他们的情感会比较好 就假装你在和别人 你们和别人平时在聊天的时候 你要聊得比较生动一点 生动就是以往刚才说的一些副词啊 比如就说 I can't believe that 然后such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 写在去答informer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 实际上就是你口语的part two嘛 让我们再看一下former former的套路就变了就不一样了 首先你写的是一个陌生的人 或者外交跟我说说 如果你写一个是一个你认识的人的话 那么你讨论的这件事情就会比较serious一点 不是一个很pizzle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 让你老板去给你一个假期 他要有一个放假 这个时候 你说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比较 正式的懂吗 不是说明天赶紧一块出席玩吧 不是这种事情 比较正式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用former的 然后他会说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想去有这个假期 然后给一下detail就可以了 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 你会看说 他说 I'm requesting I'm writing I am writing 就没有简写 to request some unpaid leave next month 好 那我们这样去给你们做一个 一梦一教 我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练习 我在讲课的时候用的 就是说 我们假装他现在写的是一个informer letter 我们可以就把这个第一句话给他改一下 比如说如果我跟一个朋友说 我下周到有个假期到 我跟我的朋友出来玩 那我第一个句子会怎么写 会怎么写 对 所以我就是去训练的时候 所以我去训练的时候 I'm writing to request some unpaid leave 或者是 the purpose of this letter is t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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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sk for some unpaid 所以这种是很former的 如果是朋友的话 比如说你是假期嘛 如果你想过来星期来玩 they're like Hey Yvonne I do have some unpaid leave next month and I'm thinking to visit you 对吧 So I'm thinking 所以这种的 它比较像生动一点的 所以这是重名词 thinking 不是重名词 对重名词 是说 所以你一边说一边想 会比较有这个语感 或者我们可以加这样的 我知道怎么可以让他们 把他们带进一个情形了 就是假装这件事情 对你很有意义 就是说 如果他已经三年都没有 Holiday了 像我一样 突然间有一个Holiday 他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可以很自然 就可以去用上一些 比较口语话的表达 对 I'm excited to tell you that I'm having a holiday next month 对 对 可能是这样 可以说 在写infollow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 就是假装这件事情 对你很有意义 假装这件事情 对你很有意义 因为他们有些时候 他们是不会聊天的 就不会聊得特别生动的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他们 就假装这件事情 对你很有意义 那我们刚才这个题就是说 这个 那你可以说 假装说你们家可能出现了 不好说 现在这个家 比如我之前那个家就很 很吵嘛 那这件事对我很有意义 搬家 我就说我实在收不了我们家 实在太吵了 每天晚上都睡 睡不了家 那我自然的就会有一种抱怨的 情绪在里面了 这个小题 我觉得很重要 I really can't stand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对吧 嗯 然后有些时候学生会问说 如何去缺业informal 和formal letter 我们可以下周去讲解一下 因为是我们官方会给了一些formal 和informal letter 固定的写法 我们下周再讲吧 然后你是付费课程同学的话 Gely Tasker 1 已经更新了 你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免费课都有视频讲解 免费课程的话 就是按我们刚才说的那几点 讲自己的故事 要有感情 然后复习我们的口语 part 2 之前录了一个课程 叫为什么part 2不能编故事 主要是给你讲 怎么样可以去联想 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故事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谈到了说 如果你没有故事讲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讲一下 就是我 我给Ivonne说那个 当我这个家里面没有一个 比如描述一个家具 我没有这个家具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写 然后这个很重要啊 然后收看微信版本课程的同时 如果你觉得这些课有帮助的话 可以分享给你周围的同学 然后下载课件 是kisshouse.com Daily Lessons 页面 墨尔本时间每天到10点 更新一个免费课程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雅思琳就可以了 关注之后 还可以去下去注册 录播版本的网络课程 教会你怎么样去16天 或者写作7分 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 主要就是可以去教你40组 万能ABC此组 更好去回答一下 Tab2大佐文 然后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付费课程 是包括50多组 他这50多组是已经都更新了 万能ABC此组 主要是教你怎么样去灵活运用 最少次组 去回答这100多个预测题目 有基础课程和付费课程 都是两或者是4个月之内 无限资数去收看 时间的这个互动 还有就是那个像什么 那个作文批改的 因为你们都会比较关注作文批改 然后他通过时间会比较快一点 比如有同学14天 有同学两个月通过 好那我们这则课程就讲到这边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还可以在微信啊 或者是在YouTube下面给我们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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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